欢迎收看八方理财有方给您财富恩赐方 你好我是治愈 先来介绍今天来宾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万宝投顾的投资总监蔡明章 蔡总好 大家好 第一国际投顾执行长林有名 有名哥晚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今天帮大家准备的主题 首先呢 待会蔡总要告诉大家 明天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 明天要正式的开展 那么今年呢 蔡总待会要带我们来看看 内行都要看门道 今年要看什么 今年的焦点在哪里 Computex当中 大家又看到了什么未来的投资方向 待会不要错过 再来呢 就是今天有名哥 除了要带大家来看看大盘的看法之外呢 还有悬股很重要 有名哥今天要教大家 你的想法要改一改 我们不要散户思维 我们要学着 从投信 从法人的思维来想事情 这样呢 我会跳到一些很不错的歌谷哦 待会呢 有名哥要带大家来看看哦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英文团 现在都还有机会 上我们的直播网页去留言 待会呢 这个时间充足的话 就帮大家回答您的持股问题 好 我们首先呢 赶快有请有名哥来帮我们看看 今天大盘的走势哦 今天大盘其实还蛮戏剧性的哦 这个早盘大家想说 嗯 今天应该就小涨做收 结果呢 没有想到 到了最后半小时 哇塞 油门踩到底 往上冲 一路呢 冲过了季线 而且站稳来 今天高点在8563 但是最后 好像有一点下来 这待会要请教有名哥 干嘛 感觉快要涨100点 最后打下来 今天最后是收 8535 那么涨72点 涨幅在0.85% 量的部分769亿 不过外资的动作可以来看看 今天外资大买139亿哦 合计三大法人买超144亿 多单的部分退了1300多口 那未平仓多单还有38000多口 我觉得这中间很多美感 这有名哥要来讲 这个台币今天是贬值 对 外资又买超 这一点让我有点想不明白 来有名哥看看 今天这个盘你怎么看 如果说今天是放在平日的话 很多模糊的讯号 但今天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叫模台结算 对 所以模台结算的话 你把这个故事串起来 那很多事情就很合理 第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看到外资 这个地方的第一个 先看会市 对 新台币贬值就代表钱没有进来 对 因为今天找盘的时候 寒还在大扁 对 所以这个地方钱没有进来 那外资买了139亿 那显然是以前的钱 不是今天进来的钱 对 对 是拿以前库存的钱 拿在这个地方用 是 那今天如果都是一个 前不找村后不找店的日子 那也就算了 今天是一个模台结算 对 所以他应该是用吃奶的力量 就是用他库存手中的一个现金 油门一次吹到底 是 所以这一段的话 如果各位还有印象 这一段是在涨传产股 对 水泥啊 食品 这一段开始拉金融 然后最后尾巴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短多下车 所以整个的架构看起来的话 今天没有很完整的多方讯号 第一个从台币的角度 第二个从外资期货的角度 对 这个地方没有构成大碍 因为期货是小接慢 对 但是至少他没有跟着现货同步加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日线的K线图 就可以知道 这个地方不是最高 也进高了 对 这个是最近 当然有明哥待会慢慢阐述 可是给我一条季线好不好 再加一条年线 对 好 季线跟年线 因为今天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是过了那个季线 季线在下降 8499 那结果今天其实盘中 刚好来到8499 8500 其实有感觉有压力 上不去上不去 对 就是刚刚有明哥形容 最后油门一次加到 家族马力把他站上去 今天站回去了 对 所以他今天同时站回两条重要的一个 这个技术的线形 这怎么看 对 我记得上个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当天看到这一根K线 我有提醒大家 我说季线跟年线很可能会假突破 但是突破那个是要找什么 短线指数的卖点 我们讲个股 短线指数的卖点就开始准备在这里证 那当时大家看到这个线图 就觉得要过季线跟年线 其实好像没那么难 对不对 那现在终于过了 那过了之后 我们等一下来看 今天节目很重要 对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 就是说这个礼拜 因为这个礼拜成前起后 它是五月底又六月初 是 那六月因为有很多的大事要发生 所以跟各位先做报告 首先今天大家今天早上 应该都有看到 类似这样的一张报纸 它就是S&P500预期的波动率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觉得很重要 像Bloomber他们每一个月 他们其实都会去针对欧美的基金经理人 然后去询问他们 对未来一个月到三个月股市的一个看法 然后他们会绘制成类似 就像VIX 这种恐慌指数这样的 只是他们觉得用S&P500的波动 来代表未来 那各位去看 他抓了几个日期 第一个叫六月十五号 就是这次FOMC六月的会议 然后再来的话 一个就是六月二十三号的英国公投 对脱欧公投 脱欧的公投 然后再来呢 就是一个七月二十七号 那个时候的FOMC会议 七月份的会议 那他以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不起欧洲公投是在这里 这根线消掉 好 那我们重划一下 一根 两根 三根 好 那他以这三个时间点 他认为波动一定是在 升息之前 开会之前预期升息 没有升息掉下来 对不对 然后英国脱欧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严重 对不对 但是到下一次的美国升息的时候 波动又会增加 对 然后之后各位要特别注意 然后他认为 未来从七月到九月 那个波动率就会越来越高 直到过了九月之后 很可能才慢慢的准备下来 所以用这一张图的话 其实就跟我心中 未来对美股也好 对台股也好 我的盘式看法是一致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S&P500 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门天险 那这个海门天险就是落在 2132 2116 2111 换言之也就是 2000 2100点到2150 好 这个中间 也就是差不多将近50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套牢区 那我们来看一下美股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好 我们假设6月15号 如果不升息的话 美股会涨 对 对 英国如果又不脱欧 这个地方会盘 对 但是大家开始觉得 7月应该会有机会升息 是 所以在7月之前 很可能就先跌 然后真的升息之后 就继续跌 对 跌到什么时候 跌到了9月份 FOMC会议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式的利空出景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版本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行性 可能的存在 第一个 为什么6月15号 我们记得上个礼拜跟各位报告 当大家不觉得升息的时候 你要开始要有升息的准备 对 当大家现在开始又觉得 6月好像要升息的时候 其实他在预告你7月才会升 因为去年11月 各位还有印象吗 12月升息的时候 对 11月所有费的各地区的那个委员长 就他们的那个leader 其实有9个是通过的 对 但是这次只有4个 这次只有4个 所以这次可能是在酝酿 7月份升息的一个准备 所以美股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觉得他还没有马上的意外 他还会在高档盘 那为什么冲不过去 因为这一条压力线太大 好 然后接着呢 6月23 现在目前超过55岁的英国公民 首次的投票是不赞成脱欧 所以这是第一次的有一个比较翻转性的一个讯号 所以英国在这个地方不脱欧 然后美股会继续 搞不好还会小突破 但是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三尊头 就美股在这个地方就有点类似 这样的一个三尊头的形态 好 然后之后呢 真正开始要7月份之前 很可能就要准备跌 是 因为热钱要回流到美金 对 就是货币体系 然后从新兴市场抽钱 然后之后呢 因为真的升息了之后就继续跌 那个时候川普的声浪又变高 对不对 而且美国这次选出来的两个 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大家其实都很没有人缘 都还蛮担心的 都还蛮担心的 两个都不是很改好 所以这一次算是比较 美国上面来讲的话 大家其实都有点退出股市的那种想法 所以他会先跌 然后到了9月份的时候 正好台湾的中秋之后 我觉得这个地方会利空出境 该反应的都反应的差不多 而且重要的我讲了一个东西 叫做升息的财富效果 各位要知道升息的话 钱放在银行里面是有利息的 然后他滚动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美国人的钱会变 感觉会变多 因为美金又升值 所以美国的消费力 会在这段时间出来 所以反而是第一次进 美国会带动了全世界的消费 不是中国 那这个版本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来看看因应台湾要怎么走 好 那我今天就用一首诗来表示 这个叫做 这个诗很美 叫金人不见古时月 但是金月曾经照古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反正你不管现代人跟过去的古人 看到的月亮都是同一个月亮 所以技术分析 过去怎么走 现在怎么走 其实在不同的时空 有它的一致性 就月亮就是月亮 那技术分析呢 形态跟均线就好像月亮 是不会变 你不要说这次蔡英文一定跟马英九不一样 对不对 其实技术分析告诉你的是一样的意思 各位可以去看 最近这段时间我抓的年限 基本上是在260日均 我抓的季线是在66天 因为我自己有做过回归比较稳定 那现在这两条线夹成一个三角形 对 那指数反弹来到这里 各位你觉得压力大不大 年限是下来的 季限是上去 好 这个地方是不是前波的8871 8840 这个地宜应该地宜到8500 8600附近 我们来看一下上次也是 一个欧债欧猪危机 对 点下来了之后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正好是2012年 1月14号总统大选投票日 可是你看在大选投票日之前 那一个礼拜就先涨一个礼拜 对 然后之后两个礼拜继续涨 但是涨到这里你看 是不是这两条线在收敛 就跟这一次很像 很像对不对 对 然后来到了这个前波的压力区 所以你看他这样谈谈谈谈到这里的时候 正好是前波的压力区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game over 是 好所以各位你去看一下 这次我们把图削掉 好 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比较 因为很简单嘛 这个地方是520 520前面已经涨了一个礼拜 对 这个地方总统大选前已经涨了一个礼拜 520之后已经又涨了一个礼拜 对 总统大选之后涨了两个礼拜 所以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个礼拜可以涨 这个礼拜就是第二个礼拜 是 然后涨到这里的时候就开始要震 然后来到了前波的压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好 所以最后是告诉我们 我们上个礼拜是不是跟各位来讲过一个重点 你看 我说过会突破季线嘛 对 对不对 然后之后再来掉下来 然后呢 现在我认为突破了季线 甚至突破了年线 对 但是会开始盘 这是不是跟刚刚我们第一张图 跟各位来讲过的那S&P500的图 其实很像 是 就开始在高档症 好 那接下来的话各位要注意一下 我算人家的时间 6月6号开始 我们先算5月30 对 5月30到6月3号应该是520之后的第三周返回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但是6月6号之后进入到高压带 这个地方就开始盘头 那盘头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无量是中线指数的警讯 但是是短线个股的利多 好 怎么说呢 大盘无量就代表很多的中时大户已经在撤 是 对 在撤了 那内支在撤 但是他们撤的是大型股 好 部分的内支再加上散户 再加上投信 那因为量不够嘛 所以没有人在玩T50 所以大家是不是开始做什么 中小型股 所以OTC的指数会比上市要来的强 这一点很重要 再来反应投信半年报 在6月底要做账 反应投信新基金要进场 所以现在投信的做法 今天等一下我们会针对投信 我相信有其他的分析师在上个礼拜已经提醒过各位 就是投信现在 这个礼拜开始要评选绩效 然后要准备为7月份的新基金 有可能要接 那这个时候他们手中的武器 因为今年上半年很多家都不好 包含富华 包含群艺 那个都有一些都在伯仲之间 那前五名靠得很近 所以现在他们为了要拿到那个代操基金 他们要用手中的子弹 就是手中的基金 跟手中的钱 要去做最后的充施 要让他计算好一点 让他计算好一点 然后为了7月份之后的准备 那当你拿到了管理费之后 大家下半年就安了一口气 就松了一口气 所以原则上后面的这一段 应该是中小型 OK 那这个待会儿的有名哥选股就很重要 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小型的接棒演出 当然我们要有一些新思维 来这个 来好好选股嘛 对不对 来有名哥教教大家 我先做了一个比喻 我觉得 我觉得大部分的散户 其实都是被吃豆腐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常常在 行情 比如说7999 你不会看好 对 那520之后你终于发现好像没事了 对 那你开始跳进去 那你因为你之前也没有想到要买什么股票 对 所以你会去看一个东西 就是今天盘中的利多 报纸上在写的是哪一个方向 头版写什么 头版写什么 那你可能还心存警戒 结果你发现过了半个小时 怎么这一类的股票都在涨 你倒不掉 你就跳进去了 你就跳进去了 那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 你一天都还不错 可是第二天第三天就不见得好 对 所以这个叫被吃豆腐 所以我建议大家 见报之后要三思 要考虑短中长 你的利多是属于短线的利多 还是中线还是长线 我们先不讲长线 现在没有人在做长线 我们就讲是短线还是 比如说是这个中线 5月26号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那一天的报纸写的头版头 它是写什么呢 它写说新政府施政的第一枪 对 是在什么 太阳光电 是 好 那一天的绿能 我们之前已经在底部介绍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3519的绿能 绿能 来 来放大 那天正好建高 对 5月26 那我们之前介绍的时候 是在这一区 还上上下下 我们提醒大家 我说它比别人先跌嘛 然后它比别人 大盘在破底的时候 它没破 对不对 所以它可以买 它可以去留意 好 那等到那天报纸上 建立多的时候 你看 很多人追到最高点 那这个叫短多 这个还不是叫做中 这个还不是叫做长线的高点 这就代表说你短线建了高之后 它势必要整理 中线可能还OK 可是这种东西就是要洗盘 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 生计 5月30号的生计 不是一样 不是头版头 是二版头 它写到两岸生计条例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翁院长 又有立法委员的担保 可以出去了 OK JSCO 对不对 然后基亚今天又长提 是 哇盘中 好多 大概十个分析室 有九个在介绍 很热啊 对 我没有说这样不好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浩鼎 看浩鼎 我记得 我们浩鼎 对 四一七四 我们把浩鼎的图说小一点 陈几何时这一段 有多少人灰心 但是我们到这一区的时候 我记得那一天 应该是在2月15号 我说再跌有限 顶多小破底 但是中间要盘 盘到5月再来涨 结果5月正在涨 那5月涨到这里的时候 各位你头脑就要很清楚了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 都要有预判 你这个地方对过去 正好是不是补到了 这一个缺口 对 那你接下来就算你再来涨 也就是这个缺口 所以一般 两根跌停板的股票 它来到了缺口区的时候 它一定会震大量 一定会开始震大量 那现在的时间 越来越接近6月3号 ESCO的这个会议节 那反而在这个 你要很小心 因为即便那个消息出来了 它要证 假设它真的被人家采纳了 对不对 也不代表它马上可以获利 马上可以卖钱 那你股价已经从300 涨到了550了 对 这一段的时候 你就头脑要很清楚 所以那个消息 可能是利多出境 那很多人说不会啊 浩鼎上去了 还有基亚呀 那基亚上去了 还有联合骨科 联合骨科上去了 还有科研啊 今天不是又长了很多 医美的 对不对 一棒接一棒 对 我跟各位来讲 那个都是在一个 浩鼎上去的氛围里面 对不对 所以当这个东西的 那个姚大旗的 那个旗子啊 休息了 我觉得那个东西 就是什么 人走茶凉 人走茶凉 就是胡春散 真的哦 所以这个要小心哦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如何吃人豆腐 有名科技要教这个 对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的 所以我今天不是跟各位来讲 投信的钱比你多 它的股票可能是你的一千一万倍 对不对 如果你害怕 它比你更害怕 所以你在跑之前 你跑的一定比它快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它一定有它 必须不能跑的理由 像最近就是一个半年报的作帐 对 它为了七月份基金的一个操作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买投信的股票 OK 但是要配合一下投信的持股比重 所以待会在第二个阶段里面 我会跟各位讲 持股比重要选什么 要选5%到15% 那不是说15%以上不会涨哦 以前光环到22% 可是你知道你那个买上去 它再涨有限 但是跌都有它的份 对不对 那为什么5%以下你不要看 因为它搞不好是试买 它也不见得真的会想要养下去 所以5%到15% 这个是我等一下给各位的标准 然后第二个 为什么我要吃企业的豆腐 就是说你现在看大企业 花重金去做的 很多都是跟电动车相关 对不对 所以我们等一下是从这个角度里面 这个是有短的有长 就像我上个礼拜在报告 白马骨跟黑马骨 说黑的一定比白的好 对 是这样的意思 好 非常谢谢永明哥 这个待会我们现在先卖关子 待会来选股 好 不过呢 这个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明天要进行的 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 今天蔡总要请这个 让大家一块来看门道了 好 我们来看到明天 这个是蔡总下的标 我觉得很有趣 蔡总待会直接来这个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 叫最不像电脑展的Computex 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4号 那么这个地方呢 包括像物联网啊 创新啊 还有电竞 这个都是今年的一个重点 但是呢 蔡总特别帮我们观察到 去年有七成的买主 是来自亚洲耶 跟我们以前想上的不要 我们以前想说不都是 不都是美国啊 欧洲的买家 结果没有想到原来去年 就已经是来自亚洲的买家 占大多数耶 好 全世界有三大电脑展 对 这个年初第一个就是在 Las Vegas的CES 它最主要是一个概念 这个什么样新的产品 概念 消费店 然后稍后呢 这个MWC 对 它就是新产品的发表 是 到了这个现在接近这个6月 台北国际电脑展 对 Computex的话 是这些产品的实际运用 那实际运用的话呢 都是来自于东南亚 对 像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对 甚至你看都比这个蔡政府 更早南进 印度 印度在去年是第十名 对 不过为什么是Computex 无相电脑展 我们等一下介绍 这一次都不再是PC 对 不再是手机 嗯 那显示呢 高龄34岁的Computex 是 要转型 哦 所以这次连我都很想去看 是 看了以后呢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实际的 对 股票里面 可能有一部分啊 涨的是虚的 对 它是靠概念 但是呢 它的产业 它的产值 没有跟上来 对 但是这些啊 都很具体 我要怎么做 怎么样的产品 都这个都出来了 是 那以后它会带来实际的营收 所以这些股票 所以这些股票才真的要注意 对 我们以前讲VR 哇 就带一个头盔 不知道在摸什么东西 现在可以讲分三种 第一个 Mobile的VR 行动式的 有代表性 我们用代表性的 三星那个gear 什么意思呢 我带上头盔 对 但我不要连上PC或主机 这样就很方便了 所以三星gear卖的比较便宜嘛 几千块就有了 然后我就可以感受 比如说360度 我感受一下 我现在要去印度旅游 旅行社就给我一个VR 然后一个影片 哇 360度 这个是太极马哈 哇这个这样 感受就出来 好 Gaming的VR 游戏用的 我们宏达电的Vide 对不对 那这个不是在360度 这个头盔转 你要连一个手机 连一个游戏的主机 对 你要连上去了 是 哇那你就更深度了 你要去游戏啊 360度 哇敌人坐在旁边 对 你怎么打敌人 打坏人打僵尸 对不对 生理其境 professional的VR 专业用的 哇这个是吧 航太 是 信念那个太空 飞行员 对 军事的 对 对 医疗的 电脑辅助设计的 我们要设计那个土 3D的动画 那你现在 那个设计师就带来这个VR 对 哇我这一栋大楼进去怎么样啊 这个设计 酷 你看多好 对 节省那个费用 跟提高效率 是 所以2016 2016 全球960万唐的VR 那到了2020年 你看 AR加VR AR就是扩增的使劲 是 加这个VR 上看1.1 你看 960 到1.1 台 对 这个 这里面 十几倍啊 是 十几倍的成长 这是十的 我觉得这个 相关的股票 就值得注意 我们来看 今年有什么好玩的 在Computex当中 这个是刚刚 这个蔡总提到 三星的Gear 对 我们假设一个 一个状态 很有趣哦 我 我骑在那个 易守龙的上面 十前十代空 然后回想到侏罗记 对 然后最惊险的时候 插过 插点被暴龙啊 那个 被咬住 对不对 从暴龙嘴巴 给它咻飞过去 对 然后再观察 史前十代 各种的恐龙 哇 多有趣 这是三星的 亚洲手作的VR 4D的体验仪 你看 人就倒过来 它带一个VR 对 哇 体验 蔡总你知道 我那天在 那个台北市东区 明耀百货前面 它真的就是一个Gear 三星在那边 让大家试 就带一个 然后就坐这个椅子 在那边翻转 哇塞 现场我看大概有这个 一两百人在排队 都想试试看 对 这个不是只有在游乐场 游戏场啦 以后你那个什么 灰心眼的训练 就是这样训练 也可以这样做 对 也是训练 哦 很棒哦 这个是这个Gear 那么这个当然咯 你要有这个VR 然后呢 未来的商机要这么大 你那个VR的虚拟的那个 哇塞 这个是一个新的商机 好 我们新的VR 以前我们讲VR 都是一个概念 对 现在很实际 叫做CPU 对 现在不是记住这个东西 GPU GPU 那个G是什么 图形运算 Graphic 对 你没有VR 要不要加一个图形的运算 所以A trabalhar成为GPU 这个领域的霸主 win 它的东西就应用的是什么 游戏啦 VR啦 圖形啦 甚至跟美国的那个太空中心 NASA合作 合作什麼你知道 登陸火星 不是科幻小說 登陸火星 你看Tesla老闆 不是有一家公司 馬斯克 人類要送到火星 登陸火星的模擬 用GPU 形成VR 難怪NVIDIA 哇塞 這個最近是超級標股 對 那我們國內有沒有 有 台積電 台積電 金岩代工 但台積電太大 2449的金岩電 金岩電是不是 真的是國內的NVIDIA 所以你可以很奇怪 之前的華為概念股 但是再加上 我們說NVIDIA 它的晶片的封裝測試 都是交給金岩電 所以它為什麼 今年的股價很強 今年以來它已經漲40% 今年經過台股往下崩跌 它都沒事 今年去40% 跟NVIDIA一樣的 就是反映這個部分 原來如此 好 這個是NVIDIA 大家就關注它 所以記住GPU 好 那麼再來就是蔡總要帶大家來看看 為什麼說Computex 今年很不像電腦展 因為我們來看看 這些都是第一次來參展 很特別 這個是車廠來參展 對啊 車展來電腦展 不是小腳的 它是弄錯的 Audi跟Benz 第一次來參展 所以你說這到底車展還是電腦展 對啊 不像 Audi 我們現在蔡總統的坐車就是Audi Audi是用一個什麼樣 坐艙模擬的智慧駕駛 Benz是360度的偵測 你前面有沒有障礙物偵測 然後提高你的警覺 所以你看這樣已經進入什麼 車聯網 車聯網 對 所以台灣不是很多汽車零組件 很多IC設計半導體 要跨入這個領域 那以後你可能就是說 Audi這個東西出來 Benz這個東西出來 我提供其他的某個零組件 或者晶片 我就成為Audi概念股 Benz的概念股 以後就打進去了 你永遠做PC的話 生意就沒辦法增加 我做這個 哇 那個生意就多增加了 對 這個是 這個車子也來到我們的電腦展 另外一個讓這個電腦展 很不像電腦展的 來 我們看看 機器人也出現了對不對 這個最厲害 這一次所有的comput test 這個我覺得層次最高 最厲害的 就是瑞士的機器人龍頭 叫做ABB 他也是第一次來 然後有跟宏達電合作 宏達電拿外 跟他合作那個工廠 然後如何焊接 以前我們機器手臂就是單手 對 以前我們工廠就是人歸人 機器歸機器 這一次人機協同 就人可以控制這個機器人 我們來看照片在這裡 而且是雙臂 對 他的手臂是雙妹 你人可以跟機器人一起合作 對 而且重點是他的手臂是兩隻 兩隻不是單隻 兩隻就很難協調 然後加速了那個生產線 更重要他在工廠裡面來模擬那個焊接 對 以後那種很危險很多的那個焊接工作 而且這個機器人在這一次秀出來的影片 還會打包那個禮物 好厲害 那個禮物要把它打包 他會很巧欸 那個手要很巧 哇這一次啊 好好看一看對不對 這也是第一次來參展 第一次來參展 好那我們就趕快來看看 那Computex明天就正式登場了 來蔡總趕快帶我們看看 到底誰有機會搭上這個 因為時間有限了 今天升科已經漲停 但EPS不夠高 我覺得這一次是可以注意 瑞玉有一個低功耗的藍牙晶片得獎 得獎 各位可以看一下 股價我覺得都講一些比較沒動的 那88塊 但是好像也相對有點高 它今年的EPS會有6塊以上 比去年的4.8還可以明顯的成長 有成長性的 得獎金片 OK 這是瑞玉喔 工業4.0 那我想應該是這個華漢 洪家軍的華漢 洪家軍的華漢 虛擬這個大家就很熟了 對 車用的這個電子的話 我覺得可以注意到 有名以前常講的經驗 然後電競 這個就大家很熟了 微星 對不對 所以這些呢 大家可以參考對不對 好 那今天呢 特別我們這個蔡總要來跟大家 先騎一個影子 以後我們要請蔡總來仔細講 我們來看到就是未來 我們政策要發展物聯網 現在已經跨出第一步 對 物聯網萬萬都可憐 但是台灣的基礎 要物聯網跨進兩個領域 一個是在這個智慧汽車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在智慧家庭 經理家庭 開燈 什麼什麼什麼 那台灣 那台灣 五大創新產業 蔡總統就是亞洲矽谷 在哪個地方 桃園 桃園 那在這個地方 又是工業區 對 中央大協 到捷印的這個A19 基捷的這個 連成21公頃的亞洲矽谷 現在在找地 林泉在禮拜六的時候 去找這個地方 是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要PK 東方矽谷 我們亞洲矽谷 誰是東方矽谷 深圳 深圳現在不是山寨基的大本營 深圳全面性的 現在大概除了半導體以外 經驗代工封測 其他的領域 不管是在手機 PC 軟體 網路 全面領先台灣 所以你沒有把這個地方 建設起來 台灣的這個產業 尤其在科技的產業 那就影響我們的GDP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要加把勁 好 非常謝謝蔡總 這個是我們未來的林泉院長 那麼即將要去 好好的找一塊地 來發展我們的 台北的這個 亞洲矽谷在桃園 我們會持續的 帶大家來做關注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來 有我們這個有名的選古 另外蔡總 帶我們來看到的是 蘋果 大家一直說 它要發展這個i-Car 但是呢 其實從它的財報當中 我們已經發現囉 原來它已經砸重金 要開始發展它的電動車事業了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很多投資朋友 很多投資朋友對稻窮指數非常熟悉 但是對納斯達克指數好像有點陌生 事實上 事實上納斯達克這個市場的就是在美國呢 是它是OTC 就是電動市場的前身 當年那個時候電腦還不發達 所以沒有所謂的自動報價系統 後來在1971年 就自動報價系統就出現了 然後就可以把很多上在萌芽中的小公司 給他們一個很棒的一個籌集資金的場所 那麼我還記得在1976年的時候 哇 那一批一批的非常棒的公司呢 開始加入這個電動市場 開始在這邊交易了 很多投資人哇 開始賺到錢了 因為發現這些公司很棒 像什麼呢 像蘋果電腦 像我們看到微軟 像到谷歌 還看到思科 還看到Intel 這些公司成交非常熱絡 那麼就把這個電動市場帶動了 所以這個納斯達克 這個自動報價系統的一個市場呢 就非常熱烈的在進行中 一直到今天 一股改變世界的風 富士通NocreaX 搭載高效能IT晶片 受創強大雙氣流 更加節能 自然舒適 與日本同步上市 IT智慧變頻權威 日本富士通變頻空調 富士通活力送 現金折扣最高3000元 這下省大了 我愛你 兩股改變世界的風格 好好看 我愛你